由彰化县政府主办远见杂志三十杂志承办的爱上彰化魅力城市论坛 虽然举办时间在星期假日 不过还是吸引不少民众热情参加 县长主播员在开场引言时指出 彰化拥有富饶的绿色农产 又是传统产业大本营 艺术文化及古籍资源丰富 加上近来八卦山发现有温泉 将会成为魅力观光的重要卖点 也势必会大大提升彰化现在与将来观光旅游的魅力与深度 我们彰化的文化创意是结合古代跟现代 也结合传统跟现代 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动静皆宜的 透过这样一个爱上彰化的魅力城市 让大家了解彰化的美彰化的好彰化的发展潜力 欢迎大家来跟彰化做朋友 县长表示建设可以让城市变大 但文化创意与艺术可以让城市变得伟大 彰化具有优势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软实力 其中被誉为与故宫博物院齐名的台湾玻璃馆 和彰化线一样外表看来低调却拥有惊人的实力 台名将公司整合彰化线内的玻璃产业建立了台湾玻璃馆 开幕四年来已吸引超过240万人次游客参观 目前我们台湾玻璃馆是创立在2006年的端午节 那到现在整整四年的当中 已经涌进了240万人的观光人潮 所以目前来讲 以每个月大概7万人的参观人潮来到玻璃馆 其实以台湾来讲 现阶段它已经进入一个休闲观光的时代 它已经不再适合鼓吹传统的产业 那目前台湾最好发展的就是一种产业的观光 包括文化艺术 所以我们现在在玻璃馆里面带动的是 产业经济结合生态保育 然后再创新的契机 在交叉论坛中 县长总结指出 对于有总经理建议彰化观光旅游 必须创造带头商品以吸引全国目光 结合整合行销 让彰化观光效益极大化 更具吸引力的建议 县府也将审慎规划来创造彰化的城市魅力 彰化深具观光潜力与活力 更拥有生存的文化底蕴 彰化县26个乡镇各具特色 蕴含丰富多元的观光资源 彰化的美说不完也道不尽 彰化县诚实地邀请全国民众 能到彰化来修启观光 体验彰化独特的城市魅力 与我们一同爱上彰化 同时也让彰化走出去 世界走进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